字幕志愿者 口 assessment 字幕志愿者 大家是许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 没错啦 这个饼强 就说那些传媒 应该同声一致 有什么理由想香港坏才行 各样是吧 实在是亡党亡国 就不得爱国爱港 奈何即是国安法不力 是吧 我们的东方大旗手 仍然是天命中国 全党史清光的 那这些依法灭共 我们没办法的 就是个天要你忙的 是吧 就是你用国安大法 拘捕上天 就唯有是这样的 只饼撇 Anyway 这里啊 东方大旗手有礼了 攔戈营商颓势 餐饮零售族沉底 就是首先个营商环境不佳了 那以及他又想煽动市民仇恨中央啊 所以你会见到在那报那些通胀热潮啊 先讲通胀 哇激增啊 他说21% 怎算激增啊 21厘而已 你通胀肯有的啦 很多年没加过啦 不得客观的这个传媒 不过不要緊 余景湾杜伦啊 加价21% 乘印啊 单程就要55.8的嘛 哇 那来一回不是整个100元 只是搭过杜伦啊 没算搭车啊 那都要被迫住的啦 是不是 这个是中环往返余景湾 还有那些杜伦啊 就被那些中资企业购买了嘛 是不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 国和青 都不是的啊 他都没赚过钱 不叫国和青啊 那些叫什么啊 不懂得说啊 总之有那么多钱 就收那么多钱啦 那余景湾啊 所在何处呢 就是迪士尼诺园对面而已 就在大鱼山 啊 东面的一堆仔 那他现在收那个价格 和你搭车出城呢 差不多啦 哦 不怪得啦 之前是这样扔些余景湾出来 那帮人仔 交通不便啊 啊 变了好像那些龙珠島那样款 那没有的 这些这样的企业 当他想要加价的时候 然后运输署啊 通常都不会阻止的啦 是不是 可加啊 就不减机制啊 只加不减 啊 好像地铁那样款的 你是生活必需品 那就抓紧就命 现在香港这个是 叢林法则啊 百姓民不聊生 所以那些问米娟 还说什么 追梦啊 躺在家里啊 真是追梦啊 你想想啊 在余景湾的时候 你就躺在家里啦 哇 如果不是你出市区打工 每日不见一百元才坐底 你找不找到啊 最低工资才得那四十元 一下子 割了你三个钟 还要通勤时间两个钟 每日八做五个钟 是不是这么计啊 先不讲余景湾这些特定群组先 就看一下 东方大骑手 是如何针对 整个政府 去煽动这个仇恨的 话说啦 逆后经济 很久了 二三年一月那些 那些 整年给他都搞不好啊 外国人那些国家已经好 经济复苏呢 速度门漫 很多打工仔 勒在库头生活 都明白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了 你想那些离开的人士 事务一番 我经常都帮大家争取的 我建议政府每人派五万元的消费券 速进市道 但我猫波呢 派完最后一锅之后啊 那风声渺茫啦 搞到市面萧条 你说大不大锅啊 但不要紧要 大家不用怕 因为我见他失业率呢 都只不过是3% 4%那些 都叫做靓仔的 是不是 即使市面上 执了千百间的那些商企 仍然是有人就业的 可见香港啊 有那些叫做幽灵就业啊 那幽灵就业都是就业 那所以 我们无用驚怕 稳坐钓鱼船 话说 那东方说的 现在油智及兴啊 是不是 可以上火升啊 结果经济不景 百业叫惨 那说 哎 油智及兴兴到这样的款 那些鄭雁雄办事不力 政府统计处了 发表7月份的中小企统计报告 现在讲数据 处于一个叫做经济衰退啊 喂 油智及兴的标准是什么 人家有数据啊 说这个 动向指数 41.8 而已 是处于收缩的区域啊 喝了收缩水 即是 以前 冯穗凡那些 弟弟 这个好吃啊 那些呢 变形收缩水啊 真是亏得他那时候 什么都拿来拌 而饮食业更差 应该呢 他用50做标准的嘛 50标上呢 都叫做有少少抗张 50标下呢 那就叫做收缩的了 现在是33.3啊 啊 兼且了 去到7月的时候 就下到31.4 更差点 即是什么时候变零呢 而零售业都是35.8 那他比起刚才那个行业啊 中小企 条数就是41.8啊 即是说 饮食业和零售业 都是重灾区啊 原因你可以 歸咯是那些人 不想消费啊 又或者去其他的地方玩 泰国 越南 东南阿一带 吃又吃好点 住又住好点 五星级酒店 这样的嘛 在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 那些冷气呢 地铁那些都降到三十几度啊 你不如不要开 你恶意不开冷气啊 找市民来受罪 十分危局 你还要多人在那里市啊 所以走那些人呢 已经叫天口热的时候 没那么凄凉 否则了啊 啊 地铁好像焗咸虾那样 百味焦尘啊 你说怎么算好呢 沙甸鱼 好了 另一方面旅行社啊 旅监局了 就接我 喂 旅行啊 即是现在那些人不跟团了 是吧 自己一个去旅行省点钱 结业啊 我都有四间旅行社的 那但是这个应该不关事啊 因为他说来港旅客不足 你的旅行社是做本土生意的嘛 正还是是说自由行呢 来港旅客不足 外国人就不会来的啦 因为香港一向都 橙色旅游啊 黄色旅游 什么颜色旅游 警示都有的 尤其台湾人啊 啊 干什么呢 人家已经判你那些 穿倒方子之刑的了啊 随时不满命的啊 竟然都只不过是 啊 放这个橙色旅游警示 我见台湾方面啊 啊 那个警觉度不足啊 而又由于零售业 和饮食业 可以说是 撑起半边天 虽然一向啊 做饮食都是很辛苦的 入厨房啊 大阵味 但是民以食为天啊 那请了好多人啊 你没什么做的时候 可能去那些便利店啊 各样啊 认证一下做些收银 收货 所以这两个行业收缩呢 你会发现市面上面啊 找工是困难了的 当然是不理想啦 因为讲的 已经最低工资了 这些出得 辛苦又辛苦过人 工资又低过人 连这些都没得做的时候 无乖乎啊 啊 即使拿了两面奥运金牌 都仍然是 凄风惨雨啦 没人普天同庆啊 这些金牌不自由就行啊 同时啦 那些导游啊 你计算那个导游牌 你都要考的嘛 就下跌了一百个啊 做不住啦 那些妹姐呢 如果大家都还记得 在旅行吧那里 搞些零团费那些啊 就是偷一些人 为什么不买东西啦 目前领队牌照呢 我有些朋友是做这些的啊 不是很熟的 但我知道啦 又由1.2万个 就落到去 1.1万个 少了10% 但是 失业率又没有升过啊 那可能已经 获得新型的招聘啦 转行 那领队可以转行做什么呢 我不清楚啦 他们的优势就是 我想是普通话啦 你外国人不来的啦 虽然啊 啊 就有大量的YouTube片 我都见到啊 找些洋人去拍呢 就介绍香港这里好 那里好 那些啊 花不少钱啊 那些算不算导游啊 拍Vlog那些 咦 又来了啊 是这个反中乱港的学者啊 中文大学啦 李兆波啊 他说数字呢 就反映行业气氛 是一样的 这些恶意评论啊 你应该说啊 啊 这些是因为你悲观 看不到柔智及兴的好处 其实啦 短期之内啊 啊 你那个数字就下跌了 可能是有外国势力 操控那些数字 令到他下跌的 统计署里面有内鬼 一定要将他抽出来 但是最令人失望的就是 这个反中乱港的学者 竟然啊 借这些数字 那便随意发挥 啊 加炎加醋 讲到香港市面萧条啊 他就说啦 有观察的 就是市面上很多的吉兔 你不应该用吉兔来形容 应该叫做代价善姑铺 即是在未来来讲呢 还是有潜力去租出的 同时啦 他直接讲柔智及兴是悲观的哦 他说 由吉兔已经可见了 本港营商环境呢 是未见乐观的 哦 那帮人恶意丢空 所以我就说咯 香港政府呢 就应该抽一个叫做双铺空智税 那那些业主啦 啊 见到细息不对的时候啊 尤其铺王邓成波家族呢 好出名 那会怎样啊 A呢就租了B B租了C C租了A 搞黄过墙去啊 那才是嘛 对不对啊 不做的 啊 容忍那些店铺雕空啦 搞到拍鬼片那样的 分明是同政府作对 同时啦 李兆波说到哦 入境那里呢 又没什么人来 我想去查过那些数据啦 还说 见不到柱江那样 那就是想怎样呢 啊 香港见不到柱江的了哦 油乱及不治 油不治呢 又及鸿兴的了哦 就是什么啊 加入鸿兴 鸿兴十三会 是吧 好了 东方大旗手就引用回 李家超说的十间执 啊 同时有十六间开议 那我都相信的 不是失业率 为什么都还只有3% 4%而已 所以寄予大家6个字 信政府 不怕 感叹号 降一个字 没错 啊 东方港道啦 那些旅行社啊 就迎来一个叫做 倒霉向这个 十间执 十六间开业 反 confirm 那同时有ック 一盆冷水那樣 這些惡意倒閉 但是又要這樣說 他說10間倒閉的同時16間開業 他沒有說是旅行社 他可能開了16間萬國殯儀 對不對 最後的惡章 這些評論要客觀一點 另外 這個是新數據 他又說地產代理業界那裡 在設立短時間回春之後 有嗎 大家感不感覺到回過春 這個就說過 施永清 很明顯就是 善政府一鑊金的 就叫政府撤立 不是就會有嚴重的政治後果 現在撤了 他們沒有處理的了 真是嚴重後果了 這樣滾下來 我和大家都解釋過的 你一支鉛筆賣5元 我抽1元稅 那你就要賣6元才回到本了 那結果現在去撤去那個辣椒 就由6元跌回到5元了 所以撤立就只會跌 就不會升的 那我見到有很多人 就因為撤立的關係 第一樣東西就是 將自己那層樓的價格抬高 打算是小陽春的 進了施永清那一套 抬高了20厘 然後減回30厘買 那些惡意賤價沽售 都沽不出那裡死火 那但是你堆倒了個市 這樣就 而東方形容 目前地產代理 是處於一個 吊鹽水沒有單開的階段 這樣說人家 那也是的 我見到中原 惡意倒閉嘛 那些招牌各樣遍地都是的 永清sir都不幫忙撐住市 一方面就吹奏小陽春 一方面就自己撩走 啪啪拉丘走人 所以說 他說的那些話 大家真的要小心小心 然後 我直接引用東方的這一段 就是 6月時候 中小企41.4 7月41.8 而展望又會升回一點點的時候 是這麼說的 港府隨即尖尖自喜 認為數據反映市道好轉 但事實勝於紅便 指數刑處50以下的分界線 來來去去都是分界之下 談不上有真正好轉 就是人家明明是上升的 他都說到下跌感款 刻意全心同政府作對 那最後的兩段 就很明顯 你如果不是說煽動市民仇恨中央 我想不到其他的說法 是這麼說的 當然說了 沒有實業支撐的 不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嗎 你真的貶低了人家整個行業了 過去了 一美是靠炒置富的 現在樓市下行 股市皮不能輕 五行缺水 所以市況不濟 就是說那些樓價 如果升的話 市道就會好轉 那些人就肯花費了 現在各大地產商 惡意樓標 惡意不保地價 惡意賤價沽樓 是吧 聖哥那些嘛 七折五折的賣 其他地產商一樣 在那批 你一手這麼便宜 那二手三手那些不用說了 既然東方立 將經濟和樓價掛勾 那就是各大地產商 是全心令市面蕭條的 好了 另一段是批評香港政府的 他又說了 港府是沒有對應的版款 只是一美呢 望這個旅遊業打架 買樓又申請不到按揭 影響市民結婚的意欲 說這回答 就由結婚數字可見 未必有些人去了英國加拿大之後 就走過去順便拉上天窗結婚 所以沒有在香港登記的意思 好了 這裏直接是說 這裏不是說全港市清江 就是整班官在睡覺 莊瑞的人叫不醒 現在港府直接指出的 就是那個莊瑞的人 只放慘淡民不療身 毫無作為蠻目樂觀 反駁隊上身 途野外界則宜 每次都反駁不夠樂觀 不是就上綱上線 就說抹黑香港 是否有人走過去東方那裏 合上他的嘴 所以不滿 走出來就說這件事 雖然國安那些就叫他不要爆響口 但是呢 就很忍悔地說給大家聽 上綱上線 說抹黑香港 就是東方可見了 是不會向這個惡勢力 香港政府低頭的 見不見到 好了 如果連執政者都梅於形勢 自欺欺人 怎可以增加人對前景的信心呢 就是鄭雁雄那些 經常說柔智及興 那東方說是甚麼 梅於形勢 自欺欺人 未能夠 即是沒有政績 增加人對前景的信心 直接踩到他的缸頭上 大家都不願意投資和消費的 所謂的大家都是各大地產商 不肯泵水救市 經濟就越做越縮 恐怕沒多久一語成慘 香港會淪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所以我經常說 東方大騎手是一個很聰明的反共者 因為他每每出一些評論的文章之後 又會多幾句 又讚揚一下這個中央 然後在必要的關頭又會走出來 作一個backstepper 即是背面插刀 所謂日防夜防 家賊難防 香港市道疲弊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東方每日唱衰 就令到香港一直都未能猶志及輕壓 而鄭雁孔會於形勢 不懂得處理 那是因為他只不過是一個烏坎村的村委 村官又豈能管大城市 萬方之地 找手拿飯吃 拿手不成勢的 無乖乎 東方日日都在這裡談他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